近日,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,每日确诊数十例,最高达108宗。 从7月5日至18日,香港共有519宗确诊个案,其中411宗属本地个案。 7月19日,香港特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,包括全港餐厅晚六朝五,禁止腾食措施延长7天,部分公务员在家工作。 7月21日,记者走访香港多地看到,往日人声鼎沸的中环尖沙嘴,现在人流和车流稀疏,多间知名服装店和餐厅门可罗雀。 记者在尖沙嘴看到,往日喧闹的星光大道人流稀少,海滨的一些最佳拍照位置,只有零星几个市民走过。 大型购物中心海港城门前人流屈指和鼠,之前常需要排长队才能进店购物的爱马仕和香奈儿店门可罗雀。 海港城门前广东道车流稀疏,尖沙嘴中楼下的公园几乎空无一人。 座位上贴着同心抗议寝屋聚集的宣传单章,路边的富豪雪糕车几分钟也难有一名顾客。 而作为市民和游客常去的打卡摄影点,1881建筑群也显得格外冷清。 香港文化中心已经关闭,门口贴有自7月15日暂停开放的通告。 记者在天星码头巴士总站看到,车站里巴士比客人还多,九龙公园是香港最有知名度的公园之一,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。 但是在疫情下,曾经的市民聚集地,喷水池周边仅有零星几名市民,有市民在长凳上休息,但是互相都自觉隔开一个座位。 市民均表示,很多人响应政府针对第三波疫情的限聚令,减少出门次数,盼疫情尽快消失。 现在控制人数,给那些人尽量手指出来,手指出,变成香港现在,公共地方现在少很多了。 为什么不出来呢?不是我说不出来,我怕嘛,怕嘛,一有这个病就很麻烦。 在香港核心商业区中环, 往日人流量极大的中环天桥,如今人流量三三两两,交易广场有些冷清,进出客流稀疏,而知名购物商城中环国经中心的客流寥寥可数。 作为香港岛交通大动脉的干诺道、告示岛道车流量,比起平日减少了许多。 由于近日香港多宗新冠肺炎个案通过餐厅传播,记者发现,午饭时分,香港一些餐厅都是惨淡经营,顾客很少。 大多数作为控制,一些饮食店在疫情期间索性直接关门打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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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